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那个穿着T恤牛仔冲锋在前的蛊惑仔了 而是身着笔挺的西装等待着别人来挑战的大哥了 后男的酒吧里来了一位新顾客 此人气宇非凡一看就是大有来头 他心不在焉的和身边的小姐搭讪着 而一双锐利的目光却不停的扫视着四周 这时呢前来捣乱的东升马仔们和包皮产生了冲突 原因呢是包皮看到了他们往一个女孩的杯里下药 陈后男文顺赶了过来 这个时候呢一个可怕的人出现了 这是一个极其精壮飘悍的男人 他叫司徒浩南 是目前东升头号扛骂子 他告诉陈浩南 以后铜锣湾老大将会换姓不换名 还是要浩南做大哥 只不过这个浩南父姓司徒 并挑衅思的说道 很快我们东升就会在铜锣湾开启很多酒吧 餐厅还有喜遇中心 这可都是合法生意哦 陈浩南只是冷冷的说道 记得开业的时候通知我 我会带着弟兄们去给你捧场 就在双方火药味越来越足的时候 先前那位气宇游昂的男人分开人群走了过来 他简单的做了自我介绍 他姓李 是新调来铜锣湾的警局反黑组组长 他警告了两位浩南哥 以后不要再闹事了 从本集开始 古惑仔系列进入新纪元 香港回归之后 各个帮派地下势力不负当年 警察成为了真正的主角 东升的人走了之后 李警官和陈浩南简单的聊了一会儿 他告诉浩南 以后如果出现难以解决的问题 可以打电话报警 或者是直接找他 从此 K社会也可以有事找警察了 这听起来真的是很滑稽 浩南一笑 记下了警官的电话号码 浩南带着包皮和胶皮闲逛 在马路边 他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人穿得特别普通 蹲在街边卖杂志 几个人走过去 看得清楚 这个人正是当年结拜兄弟 大头 多年之前 逼哥最得力的两个帮手 就是浩南和大头 浩南不仅想起八年前的一天 那时 他们还在慈云山打拼 发生了一起命案 必须要送出来一个人鼎雷 当逼哥询问手下的弟兄们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而大头 却是第一个打破沉默的人 于是 这位非常有机会出头的汉将 就此过上了劳役生涯 大牢一坐就是八年 浩南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大头 因为如果不是他率先站出来扛了这一刀 那么 坐牢的那个人 很可能就是自己了 所以 浩南诚心地邀请大头回归 但是 却遭到了拒绝 因为这么些年的监狱生活 让大头的心已死 当初的打打杀杀 已经是过眼瘾了 他现在 只想平平淡淡地卖点杂志 过普通人的生活 浩南见人格有志 也不再强求 于是呢 他安排娇皮 多关照大头 不要让其他帮派欺负他 可是在香港 想做一名普通的商贩 也并不那么容易 大头很快就被东升的金牌打手 和勇盯上了 他们一次又一次 向大头收取保护费 并且烧毁了他的杂志摊位 这群人渣 硬逼着这位原红鲜汉将 回归帮派 浩南多了大头之后 更是如虎添翼 一时间风光无限 在一次商业慈善会上 蒋先生给浩南介绍了几个名人 其中马来西亚的拿督陈先生 和七叔黄先生 是最有实力的 拿督特别擅长 和社会上层经营交朋友 很快 他就和红鲜高层们打得火热 特别对浩南是格外的热情 而七叔身边有个叫小齐的女孩 对浩南不停地放电 但是呢 浩南搞不懂他和七叔之间的关系 所以没有回应 几天之后 拿督邀请红鲜的老大们 去一家高档会所聚会 他非常豪爽 点了几瓶82年的红酒 还找了十多名头派小姐相陪 大家玩得非常开心 拿督特向浩南提出 合伙做邮轮生意的看法 他打算给浩南10%的干股 让他负责管理并看护邮轮 就在这时 浩南的手机响了 却是那位对自己放电的小齐 因为使用假美超 被警局压扣了 他请求浩南可以帮他做保释 为什么这种事情 他不找七叔帮忙呢 浩南没有多想 他对大家说 自己有事情要离开一下 而今天所有的消费 由他来买单 并且委托韩冰 先帮自己垫上 浩南走后呢 大家又玩了一会儿 快要结账的时候 狡猾的鸡哥 赶紧找了一个借口溜掉了 而本来说好请客的拿督 忽然说想吐 也溜到了厕所里了 房间里 只剩下了没带钱的韩冰 看着八万多元的结账单 场面真的是好尴尬 最后 多亏十三妹 替韩冰捡了位 否则这一次 隋青大哥可真是丑大了 但是呢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 那位拿督可真是不靠谱 但愿浩南可不要答应 跟这样的人合作 可是 当浩南征求了 蒋先生的意见之后 最后还是同意了 拿督的请求 浩南和拿督 草草的签订了合同之后 豪华邮轮 在香港正式挂牌营业 邮轮主要经营娱乐业 其中以赌博为主 最大的股东就是七叔 旗下依次为蒋先生 拿督和浩南等小股东 可是 在开业的首日游上 陈浩南竟然看到了 司徒浩南带着东升的弟兄 也在船上 他立刻走过去 准备把这些人驱逐下船 而拿督却出面阻止了他 拿督的理由是 做生意的主要目的是赚钱 那就是要接纳各种势力 不管是谁 只要带着钱来船上玩 那就是客人 然后 热情的把司徒等人接进船中 浩南隐隐的感觉 有什么地方不对 但是呢 他觉得拿督作为一个 马来西亚商人 是绝对不敢在香港 红星的眼皮底下耍花样的 于是呢 他也没有过度的追究 在游船的赌场里 小琪出老千赢了不少 但是呢 早就被工作人员 从监视屏幕里看到了 他们把这个情况 汇报给了浩南 浩南走到小琪身边 示意他跟自己走 两个人来到一所卧室内 还没点浩南问话 小琪已经扑到了他的怀里 并且送上了香唇 浩南把他推开 严肃地告诉他找他的目的 并且呢 让他快点回去陪七叔吧 看着浩南渐行渐远的背影 小琪生气地说道 我真的和七叔没什么关系吗 小浩南 你等着 从此以后 小琪疯狂地缠上了浩南 似乎取得了突破 两个人的感情呢 一路升温 晴年之夜 浩南带着奶奶包皮 娇皮小琪等人 到自家茶楼去吃年夜饭 可是发现 很多客人都在门口排队 似乎大厅内 没有吃饭的位置 进到里面才发现 又是司徒浩南 带着上百名兄弟 霸占了所有位置 而每一个桌上只要了一壶茶 这明显是挑射杂场子的节奏 可是呢 陈浩南并没有生气 也没有和东升的人冲突 他只是拨通了李警官的电话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李警官带着一众警员来到了茶楼 他早就看明白事情的缘由了 所以矛头直接指向了东升一边 没过一会儿 这些捣乱的家伙 就全部被赶住了茶楼 李警官口头警告了司徒之后呢 这一次茶楼的事情算是平心了 可是在司徒的指挥之下 东升的动作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 娇皮被杀 这一下记录了一直忍忍不发的浩南 他决定 要和这个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司徒浩南 正面较量一下 而这个时候 那位阴险的拿督 也露出了原本的面目 他把浩南在邮轮上的负责权交给了司徒 并且拿出了那几份合同 由于当初成浩南的草签 所以拿督把一所烂尾楼工程 摔给了他 如今浩南已经不再是冲动的小伙子了 面对这样的事情 他只是冷冷地说道 你今天坑了我 就等于坑了整个红星 可是拿督却有恃无恐地说道 难道香港就只有红星一个帮派吗 你真的不把东升放在眼里了 这个时候 指高气昂的司徒走了出来 看来 他和拿督之间早就勾结到一起了 这还不算 拿督一挥手 小琪和两名女孩穿着泳装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就连他也是拿督的卧底 浩南的心已碎 但是他依旧面色不变 岁月债总归要用血来还 一切的账都要归结到一起算 一年一度的亚洲金缭带全赛又如期举行了 在记者招待会上 拿督熟练地回答着记者的提问 忽然一位女记者站起来提问 关于马来西亚烂尾楼的问题 然后又问她 关于大马调查员腐尸案的凶手是谁 这显然是有知道内幕的人 事先把这些问题交给了记者 拿督当时就慌了 竟然让手下把那名记者给赶了出去 这引起了所有记者的一致反对 这个时候 马来西亚的国际刑警出现了 他们指证 拿督与多起谋杀案和商业诈骗案有关 需要抓捕他回去调查 而七叔也以董事会的名义 取消了拿督在邮轮上所有的经营权 最令他气氛的是 那些记者的消息都是小琪给的 而如今 小琪已经任了七叔做干女儿 此时的拿督重判清离 获得了他应得的报应 金腰带全赛依旧举行 由未免拳王东升的何勇 对刚刚出狱不久的无名小辈 红星大头 这一战大家一致看好何勇 可是 就在昨天 十三妹找了一个超级漂亮的混血美女 去勾引何勇 她被这个女孩吸引得不能自拔 一个晚上 他们做了七次 此时的何勇腿软软的 感觉身体还在云端 比赛开始了 台上两位猛男激烈的对抗着 而台下司徒和陈浩南 也走到隔壁的房间里 开始了一决生死 这也是两个帮派之间的终极较量 台上 软脚下和勇 被大头一个接一个的重拳打得不能还手 最后 他双腿犹如弹簧一般 拐着弯 弹到了地上 大头代表红星赢得了金腰带 而同一时间 两位浩南哥打倒了墙壁 从人群中一直打到了擂台上面 在金腰带争夺结束之后 还要再来一场级别更高的帮派大哥之战 两位浩南哥龙周虎斗 一时间南分上下 拳台上听到的 是这两位雄壮男人肌肉的碰撞声 看到的是拳头相互砸在对方脸上的画面 这一刻 血在流 汗在飞 心儿在跃动 陈浩南忽然爆发出洪荒之力 一个旋风大霹雳 正挂在司徒的脸上 司徒应声而倒 大家一起为站立在场中的人欢呼雀怨 的确 铜锣湾 只有一个浩南 本集完 在本集里 山姬并未出场 而这个人物却是捕获在系列中不可或缺的 那为什么山姬没有参加此次亚洲全赛呢 难道他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听说山姬又重新回到了台湾三联邦 并有做三联龙头的事态 难道真的会这么简单吗 山姬重返台湾 也成为了古惑仔系列的最后篇章 羡慕片里厮杀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欲知浩南山姬在台湾的故事 敬请观看古惑仔系列的最后一集 圣者为王 我是喜欢受电影的圈将 请关注我家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会有本期的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请导马加入 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心得体验和人生感悟